今次我要对着一些资料来说 今次我要对着资料来说 因为这个故事都很长 讲一下一些小题 智能厕所 你知道香港政府又不知道用了香港社会多少钱 现在要搞智能厕所 你说要改善公共卫生环境是没问题的 看看智能厕所的故事 话说一名越野跑的跑手 有一次社交媒体他写了 一场比赛跑了二十几公斤 状态不错 经过泥芝窝 那时候大家可以在那里补水 有些浸水机 不少跑手都要排队 要去浸水 他有这么多人排队 不如先去旁边的厕所 就看到这些新的智能厕所 怎么知道真是惨 今次他的智能厕所 成为他一世可能都不能磨别的恐怖经历 说他是女士 当然要找一个女次 找来找去都看不到女次的标志 找到男次的标志 找到家庭友善厕所标志 找到这个商店厕所标志 就是找不到这个女次的标志 结果他在哪里找到呢 原来家庭友善厕所 原来也有女士的标志 就是表示二合一来的 照进去 好了 进去之后 他的感应剂 你知道智能 不用什么的 进去之后 做些感应 到门便会关门 好了 等门关门 到门是 等到黑暗门 是很慢的出道去关门 这个 搞到外面的人 看着你 看着外面的人 都挺尴尬的 最重要是先关门 他们知道门也关不到 厕所也不用去 因为他是女士 好了 去完厕所 当年就想开门 好了 去到有两个制 第一个制 就是感应去关门 第二个制 就是感应去开门 于是他又感应去开门 好了 不断感应到门也不开 就是一把那些声音 就是AI声音 门已上锁 继续穿着红灯 是没有绿灯的 不断感应感应感应 试试试 都是不行 曾经转了绿灯 打一秒又转了红灯 给了个假希望 那怎么办 不重要 直接想用手 开那个制 怎么知道 拧左拧右拧 全部都不行 都开不了 那他有大制 现在我在给菜 难道 困住在厕所里面 不能出去 就是完成不了比赛 都事小 没有人发现 你只是在黎智窝 那些香蕉 放山 不要说放山野嶺 香蕉来 去到夜晚 真的没有人 如果晚上之前不能出去 那些跑手 全部都走 都真的 你都别说不怕 好了 他不要紧 他看到 下面 除了感应锁 之外 下面 有一个 手动锁 可以了 手动锁 应该就可以了 好了 怎么知道 原来这个所谓手动锁 又是电脑锁 来的 那个电脑锁 又是感应不到你 是一样都不行的 我就不明白了 如果两个锁 原来都在某程度上 是要靠个感应的 那你弄一个便足够了 你第二个就应该 不要弄电脑锁 就这样可以 就是手动的 那如果是 是电脑锁 那你不会是手动锁 是吧 手动电脑锁 虽然电脑锁 你都要去按一下 那这个真是玩 第一个锁 又感应不到你 第二个 就是所谓 手动电脑锁 又感应不到你 就是很大厨 那时候已经很心急 很心急 就是我都感受到 感受到 联想到 现在他心急愚焚 进于 哎 緊急制 小时候急口令 进实验室 按緊急制 那就有个緊急制 那麽緊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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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当然会有个盒子 那麽有些玻璃 那麽就保护着你 那麽他就是 那麽不管三七二十一 打烂了玻璃 那麽想着就按了 那麽怎料很多玻璃碎 那麽要清走玻璃碎 那麽他逐遍玻璃碎 那麽走来 那麽就是清走 那麽结果 那麽連手指都戒損 唉 不要紧了 最重要是緊急制 那麽要出去啊 大佬 不想运取厕所 不想运取荔枝窩 好 那麽整理清了玻璃碎 那麽排除马南 那麽手都受了伤 那麽想按制 那麽通常这麽按 那麽一看 那麽在中间 那麽在中间 一按下去 咦 没有按 那麽按 竟然就是 那麽想起来 那麽按一按 是中间没有按 大佬 周星时整股专家 这个智能厕所 他真是大件事 於是他就唯有 啪啪啪 原來那麽按 在上面你看不到 那麽位置 那麽真是玩了 大佬 是吧 整好手箱 在中间 是没有按 那麽终于 那麽便按到 上面的 就是緊急按 那麽便 不要紧了 雖然那麽按 那麽按 那麽按 是壞了 哈哈哈哈 去到那麽緊急按 原来就算 被你按到 也是壞的 他大劑了 那麽怎麽算 是否要打 三条狗 還是怎麽呢 於是用了 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這樣 拍門 有沒有人啊 外面 在廁所裏面 有沒有人啊 好彩外面的人 都還聽到他 在外面呢 在外面 就開門給他 哇 你就看這件事 這件事好像很小事 但這個就想告訴他 大家聽 創科國 算了 啊 康文署 什麽都好 現在又說 要搞什麽高科技 什麽國際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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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碼 都不是搞科學 變成了地產項目 那麽 現在還說 要在洛馬州 整個科技城 不要搞那些 連最簡單 做一個安心出行的apps 什麽都錯漏爆出 有時一根生 無緣無故的apps 便又死了 好了 那麽政府很多年 基本的科技 都未搞得到 連那些環保回收 又越整越衰 連整個智能廁所 你都要搞出這麽的笑話 那些感應器 感應不到 緊急制又是不著 原來這麽多這些 可想而知 我由一件小事 叫做見尼之著 或者一句說話 小事上不中心 大事上廿不中心 小事都搞不定 又怎麽指意 你政府搞大事 那麽你看宣東 看你創科局 你就好像這個投票 說這次不容有失 但電腦系統 可以這樣全港死機 那你創科局又搞什麽 再去到一個智能廁所 你都是這樣搞不定 可想而知 這就是香港的寫照 大事不需要它搞定 小事又是搞不定 以前香港會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以前香港金質招牌 是怎麽得回來 香港市民的努力 國際見到你 就發光發亮 叫你東方之珠 但今時今日的香港呢 以前是一隻新 即是金蛋的雞 或者新金蛋的鵝 他現在 即是先都不先 以前是可以幫助大陸的經濟 現在就調轉 是要攤大手把 叫大陸去救濟你 甚至當你自身難保的時候 你香港大家就一起 一彈彈 即這個都反映了 為什麽很多的交易市場 指數 今年都升了20幾% 30% 香港和大陸就不斷跌 好嗎